大家好,我是蕭基索,我一學會來講的事物叫做瀑布 那今天呢,我們想要來談一下太陽性 希望透過段段的影片呢 能夠讓大家輕鬆不負擔地找到太陽性的一顆心跳 那太陽性呢,硬氧五行呢,屬於陽的火 是最炙烈、最炙熱的火 接著我們要談最關重要的化氣 化氣呢,是一顆心跳的核心加氣 太陽性的話氣為貴 這個貴呢,說的是高貴 它呢,是人群眾的地位,還有民導者 除此我們一般對太陽性 太陽的了解就可以了解太陽性這顆心跳的特質 陽火、最炙熱、照亮大地 然後呢,對生命很重要 但是過於熱的時候還是讓你想要逃離現場 還是想要去歸命 例如呢,太陽性這顆心跳啊 讓它一出場的時候 不管你想不想要、不管你去不需要 不管你想要怎麼去滿足你的需要 它就是一視同仁的照亮大地 綻放它的光芒 如果我們要賦予太陽性的形象 符合領導者 然後是冰灰這個人 然後呢,有地位 又無私燃燒自己 奉獻兵人 那它會成爸爸 所以呢,太陽性也是古書上面呢 形容的父性 爸爸的意思在華人社會 其實代表了一種尊嚴 代表了一種威嚴 它呢,正常狀態 它是相對比較嚴肅的一個存在 然後呢,它也會在它能力範圍之內 想辦法去燃燒自己 去支撐起這個家 正常的狀態 正常的辦法 那基本上在華人家中 它就等於家中的規矩 是一個嚴肅 不可以侵犯的一個存在 爸爸基本上都會為了 假以無私的付出 但是你不能夠 去践踏它的尊嚴 那這個尊嚴通常 建立在我的成立 在我顯現 在規則的指定上面 這也是為什麼無私之上會 有課的概念 這個課的概念 特別是女生啊 很多人講說 有課父課子 課權家 連男生其實有課的概念 這個課的概念 特別是你命做太陽性 並不是說真的 有課子 而是你要去想像 一般一個家 一個團體 或是一個單位之中 設立制定規則的去上位 其實只有一個人 一個爸爸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人 想要對於這種規則的智力 或是任何形式方面的這種做法 表達他的意見 不管他的意圖為何 是不是其實就很容易 去冒犯到長輩 上司 你的爸爸呢 這其實就是太陽性 課的概念 其實太陽性要讓特質 也有 帶有任何的惡意 使得他燃上自己 照亮別人的特質 他其實又聰明 又重視功夫 社會問題 而且太陽性有個傾向 他只要覺得好的 他就會想辦法 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你 照顧你 特別是因為他所愛的人 他可以燃燒一切 但這其實也是太陽性 他容易受傷 而且他就倒回去的地方 例如畫在天上的太陽一樣 太陽性其實非常重視 望跟落的概念 那望偉的太陽呢 就好比白天的太陽 它有熟足的能量 以及亮度 那什麼是望偉的太陽呢 先把你的銀盤打開來齁 如果你的太陽性啊 坐落的位置啊 是在地支的位置 地支的位置啊 陰 毛 乘 四 五 位 這六個位置 其實你的太陽就是外衛的太陽 那基本上呢 你會具備相當的力度 跟能量 反過來呢 如果太陽坐落的位置啊 是進入聖下來的空位 聖下來的空位 那些空位呢 地支位 深 有 去 害 滋醜 六個地支位呢 其實太陽的力度跟熱量 都相對的不足 一般來說啊 牆就是在溫圍的太陽啊 它會比較有那種霸氣 中餐的感覺 綠強的感覺 那反過來 在弱線外的太陽呢 那其實同時就會有那種 勞遠遠的阿信啊 弦內座的形象 或者是萬難的形象 同時也提醒大家 在弱線外的太陽 或是對於這種灰色地帶的事情啊 它要接受成都是比較高的 或是灰色地帶的工作 具體來講像是八大 這樣子的行業 除了亮度啊 一些能量啊 充足之外 就是太陽要去 望遠之外 其實太陽也不喜歡 在遇到煞氣 或者是劑 劃氣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性 本身就追求制定規則 可是往往制定規則 卻會是破壞規則的人 因為你要先突破規則 你才辦法辦法去制定你的規則 所以在這樣的時候呢 如果在加沙季的話來講呢 其實你生活中難免有分量 那除了旺武 為了太陽之外呢 除了它的量度跟熱 但是除過狀態之外 太陽在三方式陣裡面 如果同時遇到了兩顆星藥 三坎或者是靶座 那也可以更早前 太陽 大家希望做太陽的樣好的特質 就像我們看啊 太陽星藥的星藥的特質 在防禦室的工作 甚至要跟三坎 同時也可以讓大家自己 慢慢合得一下 看一下 作者 首先呢 太陽星呢 進入了密工 密工能處長一個人的 個性 行為作風 還有身體的特質 當放棄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了你的密工呢 它其實基本上呢 你會是一個人 照自己照兩個人的可情人 兄弟功呢 它談論的是呢 譬如說你父母之間的感情 你媽媽相處的狀況 還要跟你同心 兄弟相處的狀態 態度 價值觀 然後化氣文貴的太陽星 進入了 兄弟功呢 媽媽要從心裡的手足 具備了太陽星的特質 雖然願意照顧彼此促出 但是難免有真實存在 付氣功呢 代表呢 感情的態度 價值觀還有狀態 然後化氣文貴的太陽星呢 進入了你的付氣功呢 其實基本上呢 你會希望你的伴侶呢 是有能力有擔當的 那同時符合呢 社會呢 客觀普遍 對於一個好伴侶的這種條件 經理功一般 我們談的是 交好孩子的態度 價值觀還有新生活 還有殘獲頓 那化氣文貴的太陽星 進入你的子女功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你在教育台的上面 你會希望孩子 是一個有能力 有擔當的人 那同時呢 你也難免啊 有時候親子關係之間 會比較緊張 再來呢 在新生活上面呢 基本上是做服務 做口碑的特質 財國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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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個理財的態度 價值觀 以及狀態的空位 當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這樣子的空位呢 其實基本上呢 要去注意的是 你有沒有具備足夠的 口碑跟名稱 才能夠去 把財船換成性經 其實財國功能夠 我們談的是 使用設計的方式 體質 還有身體的狀態 當太陽星 進入這樣子的空位呢 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了其他方面 其實你要去注意的是 關於心臟 還有眼睛的保健 那同時也要注意 不要過度操勞自己呢 清一峰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談的是 外人怎麼看我 我從外的狀態 還有我內心的想法 當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了 清一峰這樣子的空位 其實基本上 你出門在外喜歡照顧別人 在外面也容易得到女人的照顧 不宜功呢 我們談的是 能進往來的 態度價值觀 那同時呢 與朋友相處的 態度價值觀的現象 還有呢 一些給手足的 彼此相處之間的 態度價值觀 還有狀態 當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了 你的不宜功 其實基本上呢 你往來對像你喜歡 比較具有太陽星 特質的朋友 那彼此相處之間呢 也會有這種照顧 彼此照顧的特質存在 然後一系列的手足呢 也會有 互相照顧這種特質存在 那可是呢 你難免會感受到強勢 或者說你在對應的 這個化氣上面 你其實也是一個強勢 觀入工農的談 是對於生活中心的 態度價值觀 以及當前的狀態 然後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你的觀入工的時候呢 工作上面呢 你是正直 會照顧人的人 那如果說在太陽呢 是在弱線位的太陽呢 其實基本上 你會比較容易接受 夜間又或者是呢 比較有所在灰色地帶的工作 天災工它談的是 你的家事北京 家人之間相處的 態度價值觀 還有狀態 還有居住的環境 以及殘酷 那當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你的天災工的時候呢 你會喜歡採訪好的房子 一般來說 你也不喜歡髒物啊 那跟家人相處之間的 有所難免有緊張的狀況會出現 福德工呢 一般我們談的是 精神靈魂的光 我也同時也是 你來彩的方式 然後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了福德工 精神靈魂 會送的非常願意 你也燃上自己 照樣別人 那取材上面 也會相對比較辛苦 需要燃上自己 父母工呢 我們談的是 與父親長輩相處的態度 加上他的狀態 那化氣違規的太陽星 進入到你的父母工呢 你眼中的爸爸 具備太陽的特質 太陽星的特質 讓你彼此之間 容易產生爭執 碰走 成功 塑造成功 來吧 dej你 compressed 考慮